挂大栽域区别的东西也老了 就是口感还不一样 就结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成熟的还少 就是这个大姓名 几月份结果呢 那一半都得十分这个果就下来了 从开挂到结果两个多月 它就成熟了 而且呢这个姓名又长出来以后呢 你这摘的食物 它戴着手套慢慢慢慢往下摘 你要是生生都被一摘 这个字还发生 挂上就大了 而且呢这个果呢 你就手一摘在地上 手一摘在地上 为什么它的皮非常嫩 咱说就像那个 炸起来就像面样 它是净粉 净粉中的净粉 非常细腻 口感也非常好 当苏的师傅啊 在苏上 你一望梅克苏 这净黄黄 你就像一个大静单这点挂的 这又是黄蛇又是肥蛇 就像西巴西又是大姑娘那个脸蛋 每当这些一个 这些一个呢 你轻轻地咬一口 那个字 就是杏梅那个字 顺着手压的就流出来了 这大杏梅啊 竟然这么好吃 听得我们都忍不住想去尝一尝了 因为杏梅花能观赏 杏梅果能带来经济效益 在大库山 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 就有杏梅树 家家户户种杏梅花 分享幸运 已经成了当地的一种风俗 龚叔叔家里 有全村年龄最大的杏梅树 堪称树王 龚叔叔在家吗 在家 龚叔叔你好 你好 我是公主辽林的记者 据说我们家好像有一棵树林将近八十年的杏梅树 对呀 上圆再开一看 好的 这满圆都全是杏梅树 太漂亮了 对对对 那棵树林将近八十年了吧 对 八十年 这个树 八十 搞不好都八十多年了 熟悉了花 将一百年了 这棵树 对 这棵树里面看 我们都给保护起来了 熟悉了花 这个树和我们非常有感情 就是多数年熟悉了花 各国岁树差不多这个树 跟您说都差不多了 对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夹夹复复复 只要是有地方的情况下 一般都在幸运树 要是没有这么大地方呢 原来比较小的一半 最少最少有一棵幸运树 就夹夹复复复 基本上都在幸运树 对 都有幸运树 每到春天 就是开花季节 熟悉的话 这个一个是油印来观画 这个我们自己 满园都是画 找人起来 问这个花香 有点倾向的味道 给予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在大公山 村民都把幸运树 叫做木头儿 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 关怀呵护 而这木头儿 还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都说养儿能防老 这木头儿也是一样 这个幸运树 这个幸运树 在我们园的栽培 这个从经济效益方面 也挺可惯的 带动了一个经济的 拉动 增加收入 也拉动我们的 这个无散经济 这个幸运 杠树里 一半都是价格在 四五十块钱 三十十块钱 一斤 一斤 一半就四个幸运 有时候小一点 是五个幸运就一斤 那幸运挺大呀 幸运个头儿都 基本都这么大 一个都有姐姐二两 二两半 大幸运 大幸运 确实是大幸运 反正一刻书 不一样 哪一年收成好 这个消息就格外能高点 要是差一点 你像我这么些书 一年四五十个书 怎么低弄个十万八万 一年十万八万 就卖净美 从收入 对 我们个儿两个 一架弄点 就这么低 就像一棵书 就这棵八十年的书 最终也弄个四五千块钱 如今 作为辽宁客产 姓梅已成为 孤山镇的重要名片 和文化符号 在俄建筑 都 durch 真的